我们都知道,最近有一部剧叫《梁省》,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,在湖南卫视播出的这一部剧播出的时候,还是比较有争议性的,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前面接上的是天盛长歌,而天盛长歌虽然收视率不高,但是的确让很多人喜欢恶意剪辑的原因, 让很多人也不是特别欢迎接到的《梁省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》,但实际上梁省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,原住本还是比较多的,还是有一部分的人会去看这一部剧,并且这一部剧在刚开始的时候就被人称之为是收视率整齐,因此很多人就对这一部剧抱有期待,但实际上在这一部剧刚播出之后,就有很多人的发现这一部剧玩老很玩的非常的厉害, 对于我们所看到的一般的电视剧,开场就是带走新娘的反对,是情节,因此在梁省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中也体现了出来,一开始的时候,马天宇就直接带走了新娘,这部剧大家都知道, 从一开始的时候,其实它就是偏向于小时候继续的剧情,也就是讲的是兄妹来,一起好上大学,然后一个人说不去,另外一个就说要自己的哥哥去上学,而且还要打工供自己的哥哥上学,大家都知道这部剧, 其实男生他并不是主角,而主角那是钟汉良所饰演的总裁,程天佑,女主跟男主的相遇,也是一件非常狗血的事情,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就是,江生喝醉了,然后就突然了霸道总裁程天佑一身,随后那也是我们所熟知的狗血情景, 比如说,男主看女主不忍心,因此他就将女主直接带进了家里,所以这个时候,女主就直接登堂入室,这一串流程下来,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熟悉,感觉很多的古像电视剧都是这个套路,因此很多人就觉得现在这是什么时代了,为什么还要去玩这些老梗呢? 而且有些梗实在是狗血得过了头,并且让观众看着毫无心意,而且更让人震惊的是,这一部剧居然还有七十集,而且这一部剧,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描述爱情的故事,但却被直接注水到了七十集,因此很多人都觉得现在的观众实在是不容易,因为他们所看到的任何一部剧都是五十集开外的,而且不管是宫斗剧,夜或者是仙霞剧,就连现在大家看到的一些三角链, 现在居都要七十多集了